有一位白隐禅师 很年轻 就在度众生 结果隔壁 住了一位女生 怀孕 那么小女生的爸爸就很生气 把那个狗男人给我找出来 我打死 结果这个女生不敢讲啊 不敢讲啊 他爸爸你一定要讲 不讲我打死你 他没办法 至少比隔壁 隔壁那位法师 他爸爸就找到佛师 开始骂白隐禅师 你这个花和尚啊 所以整个乡村的人 大家都骂他丢石头啊 后来这个女生 终于把小孩子生出来 生出来以后啊 小女生的爸爸 就把这个小孩子 丢给白隐禅师 你的孽种拿去 白隐禅师都没讲话 哦是这样啊 就给他抱过来啊 慢慢的抚养 别人怎么骂他 你看花和尚啊 跟人家生小孩啊 骂了两三年 他都静静的 到了三年了 小孩子终于长大了 那位女生 经常去看的小孩子 良心发现啊 就跟他爸爸说 爸爸 事实上那个小孩子 是我跟哪一个男人生的 不是那一位法师啊 哇 他爸爸还听 那怎么办啊 我还骂了他三年啊 赶快跑过去啊 跟他跪啊 法师啊 请你原谅啊 儿子 孙子我要要回来 结果白隐禅师也说 哦是这样啊 还给你吧 各位 修行者啊 以后呢 你的朋友说 对不起啊 我欠你的一百万还不了 你就说 是这样啊 没关系啊 这是最高的空性啊 不要大惊小怪啊 是这样啊 笑笑就好了 这叫接受姻缘 再来 我经常用一个笔语 代表元启法 有一个爸爸 白天去上班 结果到了公司啊 老板那天心情不好 就骂他 他莫名其妙被骂 也很生气 刚好他太太打电话来问了 他就骂他太太 他太太莫名其妙被我先生骂 心情也不好 那么到了下午 他儿子从学校下课 就骂儿子 儿子莫名其妙被妈妈骂 也很生气 刚好小狗进来 就踢小狗一腿 小狗一踢以后啊 跑出去心情不好 刚好他爸爸下班 就咬他爸爸一口啊 他爸爸为什么被咬一口啊 元启早上生气啊 就影响太太 影响儿子影响了狗啊 各位 一颗石头丢到湖里面 那个坡啊 无量无眼佛景 一直在震动啊 你今天在这边很生气 你的爸爸就肚子痛了 你在这边存好心 我们的肿里就身体健康了 这个就是佛告诉我们 心创造世界 所以你随时要掌握你的心 掌握你的心 掌握你的生命 掌握你的心 掌握全世界 这个就是佛法叫心法 佛陀的一切法门 都是为了对峙我们的心 打坐也好 念佛也好 持坐也好 那么乃是直观也好 都是为静化我们的心 再来再讲一个故事啊 有一个年轻人 骑着脚踏车 结果迷路了 刚好路边有一个老人家 他就把脚踏车停下来 问那个老人家 问路 哦知道了 脚踏车骑了就走了 结果那老人家在后面 一直喊 哎 年轻人呀 年轻人呀 东西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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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赶快骑回去 问那个老人家 啊 我什么掉了 你的礼貌掉了 你忘了说谢谢了 各位 我们学佛 更要从世间分法开始做起 今天晚上 你太太 拿个宵夜给你吃 你要说 谢谢 我们要随时有感恩的 这是基本的 请尝说 谢谢 对不起 用着微笑的脸去说 我每天都会讲那句话 唐太宗说的 不能够微笑说话的人 永远不能做大事 各位记住啊 我从小啊 重养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想 不要做大官 但是要做大事 孙中山先生 也讲一句话 吃饭 七分饱 青菜加豆腐 所以我都七分饱 各位 一句话 可以改变一辈子啊 所以 我们经常要背一些好话 让一辈子 有个很强烈的记忆 宏一大师说的 我常讲 世门长眼 勿忘世上苦人多 我们家里 我们的道场门关起来 世间的苦难众生 不要忘记啊 吉天菩萨说的 哪里有苦难 我就在哪里投胎 德烈撒修你说的 不管别人对你怎么样 踢掉你的门牙 你依然爱对方 所以伟大的人 那么 总有伟大的人格啊 所以各位 多背这些 印光大师 把死贴在床头上啊 这样才会一心念佛啊 印光大师说 佛 何人也 我亦如是 他可以我也可以啊 我们学佛要有这种 大丈夫的气概 归佛 我一定会成佛 我就是要成佛 我要担当啊 各位不要依靠别人啊 耐得起孤独 伟大必与孤独同在 你不要说 找一个人跟我同伴 大家一起合作 不是很方便 不要有依赖的心态 佛陀告诉菩萨 告诉比丘 一条路 不要两个人走啊 因为依赖 会让你没有力量 所以 我们必须 慢慢的 一步的一步的走